我刚刚叫 ChatGPT 帮我想一个关于人工智慧主题的 Podcast 开头对话,以下是 ChatGPT 写的 Podcast 开头。 黎某犬,现在人工智慧越来越普及,你有没有用过什么人工智慧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啊? 当然有啊,我最常使用的人工智慧产品就是让我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的 Siri! 你现在正在收听,觉得 ChatGPT 很好用,但是同时也有点可怕的好黎某 Podcast,我是 Will 关大为。 我是能不能选择桃柠檬第131集,现在台北时间2023年的2月18号晚上6点15分。 我必须要说 ChatGPT 真的太屌了,就是联想一个 Podcast 开头都可以顺便呛 Apple 一下。 我还以为他会写得更明白一点。 真的吗?他已经很明白啦,他就是让你说你用 Siri 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我觉得还蛮幽默的。 哦,还可以再更呛一点。 对啦,我觉得 ChatGPT 的创意来说当然还是不及人类,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可以产生很多很厉害的字。 可是我记得以前,我刚买 Apple 手机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那边跟 Siri 玩耶。 因为我觉得他常常会有一些很好笑的回答。 嗯,我觉得当年 Siri 出来的时候,对,大家也蛮爱玩的,就是没事跟他讲话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Siri 他还是一个很觉得很线上服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回答,感觉是人类已经先说好的回答。 他不像 ChatGPT 真的是学了很多文字之后,他真的自己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 Siri 他是会,比如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直接把网站贴给你,对不对? 让你自己去看。 那就是说他不太会看到东西,然后理解、吸收、整理它,然后直接给你一个答案啊。 他就比较类似像是传统的搜寻引擎一样子。 对,语音。 对,那Siri 出来大概也是差不多才十年前的事情了吧,对不对? 所以这十年前真的改变很多。 好,我今天要从 ChatGPT 开头,只是因为呢,我上个礼拜想要登进那个 OpenAI,就是 Chat.openai.com 的时候呢,发现人太多登不进去。 人太多,就是使用者太多。 然后他就,首页就说,像我们那个爆卖嘛,那旁边就有一些文字呢,说 ChatGPT Plus 推出了。 哦。 然后 ChatGPT Plus 呢,就是一个 ChatGPT 的付费服务。 那他的定价呢,我们之前讲 ChatGPT 的时候,我们就说,以后一定会,他一定会变成付费版的。 因为这个没有可能免费版一直继续下去,因为这成本其实真的很高。 那他的定价呢,是美金二十块一个月。 嗯。 就是台币六百块。 你觉得你会想用吗? 嗯,我现在没有在用。 嗯,然后他们是说就是, ChatGPT 的免费版还是会开放,但是就会变成要排队。 因为现在 ChatGPT 出大概两个月到现在,他已经好像超过一亿用户了。 就是他是史上进展,就是用户成长最快的一个 App。 那怎样叫用户啊?我这样算吗?我查过一两次。 可能就是,当月有用过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们会算是一个用户吧,像这样子。 那反正就是免费版呢,他们是说还是会照常开放,但是因为使用者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流量高的时候免费的就登不进去。 那我是猜啦,因为微软呢,它拥有那个OpenAI很大的一部分的股权,所以大概不久之后呢,这个 ChatGPT 目前的免费版,我猜呢,就会被 BIM 到微软的搜寻引擎,也就是 BIM 里面去。 我猜是这样子。 然后 ChatGPT 一旦跟 BIM 合作之后,不是说合作,合并之后呢,一定就会开始变烂。 你说 ChatGPT 会变烂吗? 就是会变烂用,因为他必须要找到他的那个生存跟赚钱的模式嘛,所以他就一定会开始出现广告啊,那你问他什么什么之后呢,他就说,哦,一下我觉得这个网站不错,那个厂商不错,一定就开始出现一些这种垃圾的东西。 是哦。 我觉得啦,只是说看他以后变成,用怎么样的方式呈现。 那我觉得现在 ChatGPT 还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新的东西嘛,然后你看他回答的内容,我觉得他算蛮有礼貌,也不会太冒犯人。 可是他还是,你还是可以引导他说出一些可能政治比较不正确的话,但是随着这个产品越来越多人使用,然后变大企业,就是这样放到搜寻引擎里面去的时候,一定就会开始很多人抱怨他的什么种族的问题啊,同性恋的问题啊,什么歧视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啊。 哦,所以你说他并过去之后,他的本质一定会变。 对,我觉得一定会改变。就像以前YouTube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地方,他越来越,因为想要迎合广告主,广告主不希望他的推荐,出现在一些可能有争议的言论下面。 然后他就会开始变得自我开始言论审查,然后越来越多广告,他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烂。 有可能欸。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这样子的。 那所以付费的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付费也许会好一点点,也许可以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嗯。 或是就是没有什么垃圾的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免费用Chart GPT的话呢,我觉得像现在一样好用的时期呢,大概已经不久了。 大概我觉得剩两三个月左右而已。 就是好好珍惜,现在好玩的时候。 我觉得你,你蛮会探测未来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说探测未来,这个是一直以来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都是照着这个路线走的。 这个也许我们接下来几集可以讨论,就是为什么网络上的服务都会越来越烂这个问题。 那总之呢,这个Chart GPT Plus,就是你付费的话呢,你除了可以不用排队之外呢,它给你回应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然后你也可以先强先使用最新的功能。 诶,那我问你,它为什么会需要排队? 是因为使用的人真的太多,所以它需要梳理人潮这样吗? 可是它如果已经是一个发展出来的自动化的电脑的话。 电脑需要电啊,需要电啊,就是你输入一个问题,然后它那边必须要有电脑去解读这个问题。 它要有那个CPU,要有处理,去算出它要产生什么文字啊。 那那些都需要真的电脑,需要真的用电量,需要真的CPU去算啊。 然后那些东西都很贵。 而且Chart GPT是一个需要非常大量运算的东西。 那我自己啊,我觉得啦,我应该会再等到它更新一两版,也许两三个月以后我真的会想要买。 诶,我其实蛮常看到你在用的诶。 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不想思考,你就会直接搜寻Chat,然后给我。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啦。 直接不想想。 这个也可以,关于Chart GPT为什么很危险,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再多讲一些些。 但是我觉得目前而言呢,它算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打通头脑,让你思考更顺畅的一个伙伴。 我觉得它真的可以很有效的减轻你做很多事情的头脑的负担。 因为很多事情可以叫它帮忙想。 而且尤其是写程式,或是写那种一些很简单的自动化的东西的Chat GPT真的很强。 几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好。 然后我觉得Chat GPT也是少数几个目前,你真的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方案的网络服务。 好像其实其他的网络服务,我们都可以自己架,可以自己搞,可以干嘛的,就是都有取代方案。 Chat GPT真的没有。 就算它的Chat GPT的程式码开放好了,它就算是自由软体。 但是呢,你要用自己的电脑去跑像是Chat GPT这样子的大型语言模型。 然后一个人用而已哦,只是我自己要用而已哦。 我猜啦,成本大概还是要数十万到数百万左右。 也就是你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硬体去跑这些东西。 对对对,就算它给我全部的Chat GPT的原始程式码,我还是没有办法跑。 所以就是一般人来讲是不可能。 而且就是可能花数十万到百万也只是使用Chat GPT而有。 那如果你要去训练,就是你要去做这个Chat GPT的成本。 我有看了一些网络上的资料啦,那网络上的资料是显示呢,是花了460万美金。 就是训练那个Chat GPT的这个,他们叫做语言模型。 思考模式。 对对对对。 那有人就估计啊,就是如果你去用那种,你在PC Home就可以买得到那种NVIDIA V100显示卡。 就是那种专业的用来算AI的那种显示卡,一张30万台币。 如果你要去买那个,用这个东西呢,来训练Chat GPT的话呢,你要训练355年才可以做出Chat GPT。 硬体还不够好。 呃,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们也是用类似的东西,只是他们用很多。 就是说你在PC Home就可以,你现在下单就可以买得到的那个NVIDIA V100,一张30万。 你要那张卡的话,要用300多年才可以做出Chat GPT。 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自己要从零开始训练出Chat GPT的话呢,也许我可以花1亿台币,然后买355张卡。 然后我就可以在1年之内就做出,就训练出Chat GPT。 你就知道这个成本是多夸张,非常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是你买硬体而已,还不包含你这1年当中跑的电费。 那个电费是非常惊人的。 还有人力啊? 人力可能是还好。 人力可能是还好。 可能就是你要开冷气,你要让他们那个电脑。 他们全部自己算就好了。 他们自己算就好了。 当然啦,你要去人去整理一些你喂给他的资料。 因为他们就是用很大量的文字去算的嘛。 那如果你喂给他,都是一些阿里不达的文字。 里面包含各种脏话,各种乱七八糟的资讯什么的。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人去做一些筛选的工作。 反正就是,总之呢,这个东西的成本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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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所以呢,我会觉得目前的硬体来说啦, 一个月要你20块美金,我觉得不会算是非常不合理。 那你就要一直用哦? 对对对,如果他就是,他可以融入到你的工作流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一个月20块美金,就等于是你多了一个人可以问。 你可以一直不断的问他的事情,他也不会烦。 一直叫他重写东西,一直叫他重写东西。 他也不会跟你抱怨的一个东西。 他几乎可以代替一个,就是那种做杂工的功读生了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如果就是不是非常训练有素的,有专业的工读生的话, 我觉得很多工作是可以代替的,是没有错。 然后那个ChatGVT的语言模型啊,里面有1750亿个参数。 好,那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不探讨。 但是我最近啊,就是有玩玩看,就是用我自己的那个Linux电脑, 来跑一些比较小的语言模型。 然后我的电脑呢,只能跑得到大概ChatGVT的百分之一的模型大小而已。 所以这种小模型啊,伸出来的这种文字呢,基本上就是不太能用, 但是还是蛮有,蛮有趣的。 可是我就很期待就是过几年,如果科技可以进步一点点, 然后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可以降下来的话呢, 也许到,我不知道,十年后,2033年的时候, 也许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家的电脑或自己的手机就可以跑这种大型语言模型。 我觉得一定,可能五到十年后会有这样子的一天,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云端服务,我们就是全部都可以在自己上面跑了。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很多东西的工作流程都会差很多。 然后跟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自己家里玩像是GVT这样子的语言模型, 已经各种其他的AI模型的话呢, 可以到huggingface.co这个网站, hugging就是抱抱,huggingface.co这个网站。 你只要有一点点就是写程式的经验, 你可以看得懂一丁点python的话, 然后你再去加上看他的网站的教学呢, 大概一两天之内,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使用那个huggingface的很多的免费的AI模型。 然后它上面有非常多很好玩的东西可以下载, 包含那个旧版的GPT2, 就是这个ChatGPT的前神, 就是比它烂很多很多的那个前面那版的GPT,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跑,是跑得动的。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GPTJ, 就是GPT系列的这些东西, 但是比目前这个烂的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玩。 那真的可以跑出一些文字,蛮有趣的。 所以以上这个就是一开始的ChatGPT Plus的分享。 那如果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说, 你会不会想要买每个月20块美金的ChatGPT Plus。 嗯,好,谢谢吴玉的分享。 好,我这礼拜准备了, 其实是我上礼拜就已经想好的一个主题, 那我想的都是比较生活的东西。 那我想要讲的是一个鬼压床的经验。 哦,你自己本人的鬼压床经验吗? 对,就是半夜觉得被鬼压床的感觉。 然后,其实我分享这个我是有点怕的。 哦,是哦。 又怕又要讲,也不是怕, 就是只是会觉得当下发生的时候, 那个印象的感觉很深刻, 然后也会觉得有点点怕怕的。 但是因为已经是上礼拜了啦, 所以我也是。 哦,上礼拜才发生的事情吗? 对对对对, 我原本上一次的Podcast就要讲, 但是刚好时间到了。 对,然后我是觉得, 嗯,其实我跟WiWi一起生活之后啊。 嗯。 我觉得, 感觉那个鬼压床经验大概有可能三五次吧。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跟我生活之后, 鬼压床就减少了。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 哦,就变多了。 几乎没有感觉。 好。 但是这边讲的会有点可怕, 但是我如果害怕的听之后, 你们其实不用怕。 不会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怕。 哈哈哈哈。 只有你在怕而已。 只有我自己怕。 对,然后,呃,我想要分享的是因为, 那个感觉喔,是当下你觉得你是清醒的。 嗯。 然后你那个moment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然后可是,嗯,你感觉你想要翻身或是移动, 但是却动不了这样子。 那因为我以前我在木炸,其实都睡得非常好嘛。 就是我们木炸那个地方,它是比较靠河边。 对。 所以它其实,你开窗户的话都很凉。 通风很好,你们讲的。 只是偶尔可能夏天的时候,下面很多青蛙在叫。 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但是,呃,因为跟VV一起之后,就是我们都, 嗯,我们都一定要开冷气。 嗯。 然后通风很不好。 对,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通风没有到那么好。 对,啊开冷气就是要嘛就很冷, 要嘛就很热,不知道为什么。 OK。 好,然后,呃,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想要早睡早起的人嘛。 但是因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其实就是需要互相影响。 嗯。 会互相影响到做洗澡,但是也要包容。 然后,我们每次睡觉的时候,VV她都会开一盏小灯。 嗯。 然后在床上面看iPad。 嗯。 这样会不会讲你的私事啊? 不会啊,还好还好。 然后呢,我就是可能会在床上看东西啊, 或者是一直跟她玩。 嗯,一直捏我。 哈哈哈。 然后累了,直接睡觉嘛。 那,只是其实,我觉得在黑暗中看东西还蛮不好的。 那不是黑暗中,就是有开小灯。 有一个小灯。 对对对对。 反正我的意思,这边只是要讲说,我会被VV影响就对了。 所以有,我原本早睡早起,但是会被她影响成,比较晚睡晚起。 嗯嗯嗯嗯。 然后,我晚上又会喜欢看那种怪谈啊,或者犯罪记录的那种讲解,这样子。 以前是不敢看啦。 但是因为现在结婚之后,就觉得反正旁边一定有一个人。 对。 就不会害怕。 那,有时候可能睡觉的时候,就已经蛮晚了,可能2点、3点。 这样。 那前幾天,就上禮拜有一天呢,也是半夜,然後我應該也是蠻晚睡的 後來半夜就突然醒來,然後我覺得我的身體是,就是動彈不得 而且還附帶有一點麻痺的感覺 然後就想要翻身翻過去,但是我身體動不了,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那每一次只要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啊,我的內心都會非常的慌張 所以這個就是鬼壓床的具體的感覺,就是你覺得你醒了,但是你沒有辦法移動身體 對,但是我又不敢睜開眼睛 嗯,ok 其實我覺得那個你應該是沒醒 沒醒? 對,就是你覺得你醒了,但是其實你是在做夢當中,所以你就會不能移動身體 因為做夢的時候,我也常常做噩夢,然後我想要移動身體,但是就是沒有辦法移動身體 而且好像就是我們人在睡著的時候,身體會有一個某種機制讓你不可以移動身體 因為如果你睡著假如你夢到你在奔跑,然後你真的能夠移動你的腳的話就完了嘛 嗯,就是夢遊 就很可怕了嘛,所以就是睡著做夢的時候,那個身體的移動機制好像是被關掉的 對,我覺得你說的很正確 然後既然講到夢遊啊,你有沒有夢遊過啊? 我沒有 是喔 沒有吧,我不知道耶,我曾經有一陣子我失眠很嚴重的時候,我有吃安眠藥 那個時候可能真的搞不好會 夢遊喔 我不會說那個是夢遊,就是我可能有起來 但我忘記我起來 哦,因為你睡得太好了 因為就是太昏沉了 嗯 而且安眠藥真的會讓你就是 完全不記得 就是上個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OK 滿可怕的 因為小時候有一次夢遊,真的讓我印象深刻耶 那時候我是跟我妹一起睡在一間房間 然後我是睡在上層 上下鋪,我睡上層喔 然後因為那天晚上,就是我有一個作業要請我爸媽檢查 但是他們還沒檢查,我就怕我忘記帶 我就先把作業放在鋼琴上 就是代表說明天一定要收到書包裡 但是那天晚上是先沒有收到書包裡就睡覺 然後我就一直很擔心我會忘記帶 所以我半夜睡覺的時候,我就一直很擔心那個作業就對了 結果後來 聽說我睡覺之後呢 我媽隔天早上,就跟我說 你昨天半夜幹嘛爬起來 我說我沒有爬起來啊 什麼時候 她就說 你從客廳 就是你在那邊客廳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跑進我的房間 然後說媽媽作業勒 還講話誒 還講話誒 說媽媽作業勒 然後我媽就說 我不知道我沒有拿你的作業啊 然後我就跑走了 可是最可怕的是 我是睡在上層耶 我是上下鋪上層 代表我怎麼走那個樓梯下來 超可怕誒 對,就是你其實是醒來的 但是你忘記你醒來的 哦 我好像有一兩次這樣的經驗啊 印象中啊 就是之前我有吃安眠藥的時候 但是這個是你可以移動身體 對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起來 但是你真的忘記你起來 肯定太累了 就很像喝醉的時候一樣 那種感覺 嗯,OKOK 好,那個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夢遊 OK 好,慢慢繼續你的話題 好,繼續我剛剛說身體動不了那個 其實剛剛Wiwi講的就是說 呃,你覺得你醒來 但是你身體動不了 嗯 這個是確實 其實就是鬼壓床的那個 實際上 你身體發生的事情 因為 呃,你以為你 你以為你已經醒來了 對 但是你的身體還沒有這樣子 對 不過,呃,我覺得每一次呢 我還沒講完就是 只要一發生那樣子的事情的時候啊 我都一定會在心裡一直禱告 哈哈 我就一定會 就是狂吶喊說 主啊,叫你不要收我啊 哈哈 這個時候才會把那個信仰拿出來 平常也不會 一直倒兜的 但是 就是你真的遇到 你很慌張 或者是遇到這種 就是你要搬出一個 跟他足以抗衡的力量 拿出來才可以壓制他 後來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查了一下 嗯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 那這種像鬼壓床的這種經驗 他在醫學上是稱為睡眠癱瘓 或者是睡眠麻痺 嗯 對,那他通常會發生在我們睡眠過程中的快速動眼期 嗯 對,那在快速動眼期呢 就是其實你意識是突然清醒 嗯 但是你的大腦跟肌肉之間的神經連接還沒有接上 嗯 所以身體會繼續處於放鬆癱瘓的狀態 嗯 所以會導致說你覺得身體不聽使喚 無法動彈 嗯 就好像被鬼壓床這樣子 嗯 那會發生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因為睡眠品質不佳 或者是作息不規律 嗯 通常可能是那種可能輪值夜班 或者是長途飛行的人 嗯 他們會比較容易發生這樣子 對 那所以這個是鬼壓床給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了 OK 然後我是覺得因為我不是睡眠 睡覺前都喜歡看一些東西 恐怖的東西 嗯 對,我覺得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如果大家也是 喜歡看那種有點恐怖的東西的話 嗯 怎樣,你要說觀眾都不喜歡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說什麼 你繼續 對,如果本身喜歡看那種恐怖的東西 我覺得要控制量欸 嗯 因為像我自己 自己就是屬於 那種又害怕又想看的人嘛 嗯 然後 我記得有一陣子 我很愛看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維騰 嗯 然後他是 雖然他的動畫就是畫得還蠻可愛的 很有特色 但是呢 他講的故事喔 其實細思極空 OK 對 然後 就雖然帶有一點點幽默啦 然後 可是那個故事其實你還是會覺得有點可怕 那我發現如果我睡前看的時候 嗯 我會比較容易做噩夢 喔 正常啊 正常啊 或者是會有點變得太一神一鬼 對啊 這就是我不喜歡看恐怖片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要那個東西就是存在我腦筋裡面 有時候有時候弄不掉吧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那個害怕真的是 就是像 你會覺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你會害怕到一個極致我覺得會出問題 嗯 然後 如果看太多的話可能也會有磁場不好啊 的這個問題 一定會 對 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啊 我同學他跟我講了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故事 我沒有跟大家講 只是 我已經忘了 但是因為那是發生 我同學他說他自己發生的事情 所以會讓我更害怕 對那 他講完之後 我還記得我當天晚上直接 就是把自己蒙在被窩裡喔 然後眼睛也不敢睜開 然後就一直覺得 我就一直自己在嚇自己 然後 要說什麼上廁所是更不敢 然後反正完全睡不著 真的可以用活在恐懼之下來形容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還記得那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真的怕到 我要 怎麼講 可以怎麼形容真的恐懼到一個極致 怕到爆 哈哈 好爛的形容詞 然後呢 我就跑去找我妹喔 我就非常低聲下去就說 我求求你 我真的太害怕了 你可不可以讓我跟你睡這樣子 然後因為 我妹也是屬於那種睡不太好的人 睡覺 通常 嗯 睡不好容易醒來 那你妹是大膽的人嗎 她會就是說 姐姐有保護你這樣嗎 她 我覺得她比較注重她自己的心情 我很怕惹到她 你知道嗎 因為我怕惹到 讓她睡不好 然後我就會被她罵 喔 哈哈 結果她那天既然答應了耶 嗯 然後我就真的蜷縮在角落 我想說我真的不會弄到你 拜託讓我給你一起睡這樣子 對然後我就是這件事情到現在都還記得 她那天真的是 就是非常大恩大德 哈哈 對 這是以前高中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你通常做夢都會夢到 做噩夢都會夢到怎麼樣的噩夢 我最近有印象的噩夢都是什麼 我想不起來 就是那種你看到的 呃 YouTube影片那種可能講鬼故事的 或是恐怖片裡面的畫面 那種噩夢嗎 其實我現在真的想不起來任何一個 真的喔 我做的噩夢啊 大概就是最常發生的就是兩種類型 我覺得這兩種類型的噩夢 大概佔了我的全部的噩夢的90%以上 你都記得喔 不是很記得細節 但是大概類型是記得的 最常發生的兩種噩夢呢 第一就是迷路 就是我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明明就是我知道的地方 我生活中我看過的地方 例如說我家附近的街道啊 或是學校啊 或是什麼 我就知道是什麼地方 可是我就走不出去 我就是怎麼樣都走不出去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樣走 然後都是一直龜打牆 那你有看到像迷宮的東西嗎 沒有迷宮就是一般正常的那個場景 那你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當下的心情 通常我就是迷路一陣子之後 我就會發現我在做夢 真的喔 然後那我就想說 那就做夢而已嘛 我就不要找了 我就會有這個認知 知道我自己在做夢 所以我就 就不會害怕 就不會覺得 就怎麼樣 就很享受 我覺得有時候 不一定是噩夢喔 可能有時候我夢到一個夢 結果我醒來了 我想要繼續夢 然後我可以再進入同一個夢想 有的時候可以 好酷喔 但是不是噩夢 因為我不會想要再進入噩夢當中 你的兩種在一起 一個是迷路 一個是迷路 第二個就是 鋼琴期末考 我沒有準備曲子的噩夢 這個噩夢非常常發生 一直到現在 我已經37歲 我就畢業了 快15年了 我還是會常常發生這種噩夢 我完全可以想像啊 這個噩夢真的超可怕 你就知道我念音樂班 念音樂器的壓力有多大 你是沒有背譜還是還沒練完 還是忘譜 我根本沒有 有時候常常那個噩夢的劇情 是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要起末考 所以我 然後突然上台想說完蛋我要彈什麼 我明天 就是我知道我明天要去上台 然後說我都沒有練 那我要彈什麼 我要彈什麼 或者是說我忘記 我要準備起末考 之類的這樣 我忘記準備演出這種事情 這種是我超級常夢到的噩夢 但是也是做這種噩夢 過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 我已經畢業那麼久了 我又不用起末考 然後我就發現 我是在做夢 你好容易恢復理性喔 對對對 我通常都是這樣 最後都會有這個橋段 就是發現自己現在其實 並不需要起末考 OK 欸對啊你好像講過欸 我覺得這個噩夢 應該所有音樂系的人都有 應該是 我大部分的噩夢 就是這兩種類型 你是不是有講過說 你有夢過被追 被追可能是比較偶爾的 被什麼追啊 人啊 或者是 可能是人吧 可是被追的噩夢 通常也會包含著迷路的橋段 喔 可能是合併的 還是說被追是被女生追 不是那種可能 不是完全算是噩夢 OK 好那這個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我們先來進QA好了 因為今天的QA真的是有點多 嗯 那我們先來唸第一個是PigPag 他說 哈哈哈哈猜對了 石墨烯作業系統 這個是因為我們上週在 聊手機的作業系統 然後唯一沒猜對的是 以為WiiWii會買Pixel 6 因為最近打折好像更多 那我現在的手機太好用了 還沒有藉口換成新的手機 但是下一個手機呢 就打算換成Graphin OS了 他說手機上 自由軟體的生態呢 最近這幾年好多了 然後前幾年 Lineage OS好像沒有那麼好用 像地圖之類的重要軟體 也沒有太好用的 但是他現在所有的重要軟體 都有很完美的自由軟體可以替代 所以希望WiiWii 經常更新更多更好用的 自由APP系列 他PigPag說猜到我要買那個 Pixel 6其實是對的 我原本真的要買Pixel 6 但是我就是上Google的官網嘛 然後我就大概上上禮拜 或是更之前一個禮拜的事情 我就看到Pixel 6 因為Pixel 6在打折 好像只要一萬一還是一萬三 很便宜就對了 然後我就點了一隻 我就放到購物車裡面 但是我沒有按結帳 我就想說再撐一下好了 那時候我可能還沒有去吃拉麵 再觀望一下好了 就是反正我也沒有常用手機對不對 好像可以忍住不要買 還在掙扎 還在掙扎當中 然後那時候 就是真的決定要 想要換手機的時候 再回去那個官網 那個購物車那隻已經缺貨了 Pixel 6已經沒有了 可能也是因為它特價的關係 可惜耶 可是也沒有差 因為反正我就是換 我就買了Pixel 7 就是新一代的 比較好的 喔 雖然6比較便宜 但是7比較新 我原本是想要買舊一代的手機 然後後面的 這個留言繼續喔 他說 關於基督徒的交往 我非常贊同檸檬卷的建議 其實如果只是一開始交往的話 先給對方傳福音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給對方傳福音的過程中 你也能觀察對方的一些反應跟平性 哪怕是不接受 也會分強烈抵觸跟無感 兩種不同的程度 那跟一個強烈抵觸自己信仰的人結婚呢 我覺得還是很不明智的 他說新約聖誌裡面的教導 都是原則 並不完全是字面的意思 就好像是大人給孩子講道理一樣 那用文字表達的規則跟建議呢 不是用來硬套在所有的個案當中 更不能脫離上下文的引用 他說性與不性不能同父一 一二 一二 這個原文並不是針對婚姻的 但婚姻的確是最符合同父一二的人際關係 所以如果去遵守這個教導 需要根據每個人實際的情況 要心裡有平安 他說願神代理弟兄姊妹們 找到適合的另一半 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並不是針對婚姻 我只是要講說就是 以前在請教會聽到 有一些牧者他們講道 或者是一些小組分享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帶領者 他可能會這樣子來解釋 反正會引用這句話 對 但是我也知道他並不是完全針對婚姻 因為其實聖經上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能斷章取義 直接把一個 他一句話 然後 而且他不會寫得那麼清楚嘛 就是各種信仰的那個 都是有很有解釋的空間在的 那 我是 就是我自己身為就是我不是基督徒 就是我沒有信仰的人啊 我是覺得 另一半 就是 不管是各種信仰 只要沒有太狂熱 我都還可以接受 哦 就是 但是如果是今天 不管是基督徒還是佛教徒 還是什麼樣的信仰 假如說一個人就是他 我的另一半 都是整天要待在教會裡面 然後每天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跟心力就是去忙那個 教會的事情 然後如果 平常跟我講話 就兩句話都要提到神的 那種我是真的稍微有點不能接受 有點太多 哦 對對對 或者是如果反過來是佛教徒的話 一定要在客廳擺個神桌 然後要燒香 那我可能也是稍微不能接受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更恐怖 就是那種邪教 哦 對啊 然後還要就是說 我們家裡的錢多少要拿去 哦 那這個我可能也是不能接受 對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我會希望對方 不要強迫我去他的那個信仰的活動 嗯 就是我也不會干涉說你的信仰 像檸檬卷就是基督徒嗎 我不是 可是我覺得我們並沒有說 在信仰上有什麼衝突的問題在 嗯 好 所以這是這個留言 下一個留言是張亞伯 你要不要念 好在YouTube留言 他說 感覺WiiWii是被音樂耽誤的科學家耶 任何技術難題都會被WiiWii破解 很期待WiiWii有機會能開發一套 能同時兼具音樂學習跟創作的軟體 關於後面QA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不知道為什麼華人基督徒那麼在意 在乎追求自己的 或是自己喜歡的對象 是不是跟自己有同樣的信仰 本人其實不太在乎這點耶 反而會比較在乎對方人品是不是OK 人品OK的話呢 只要別反對我上教會 和每日的靈修那就沒問題 不曉得華人為什麼老是喜歡 把信仰和人品OK畫上等號 自己就遇上好幾個 平時上教會讀經很虔誠的基督徒 平時在教會表現超好 但私底下非常愛搞小動作跟做弄人的 是不是好像都會有這樣子的那個想法 啊你說想法 這樣的人 不是就是我說在教會裡面 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覺得說他如果是 同樣一個信仰的 怎麼講 教友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是人品比較好的 這樣子的想法 我覺得會加分 但是你要看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太重要的話 就會反而把人品放在後面 就會變得看得比較不客觀 OK 對但是其實我覺得就是要 兩個都要看啊 嗯 我是覺得有時候信仰 有些時候啦 會成為某些人做某些壞事的 甚至合理化那個壞事的藉口 怎麼說 對像是那種恐怖主義啊 恐怖信仰主義啊 他們會覺得說 我是為了我的神而戰 對 為了我的神而去批鬥某一些人 或者是那種宗教詐騙的人 對不對 就是依照宗教的名義來 來騙人家錢啦 騙人家神 可是我是不知道宗教詐騙的人 他們本意是好 而是 是不是故意要詐騙的人 還是說他也是因為為了 投入這個信仰 而做了 他可能不小心傷害到別人的事情 對對對 或是可能信仰也容易造成 某一些人的反科學觀點 對對對 就是一些事 一些事明明就是 就是科學上就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硬要用那個信仰的方式來解釋 會導致他做一些很奇怪的 或是很錯的事情 但是 嗯等等的都是啦 我覺得應該可以舉很多例子 而且我其實不確定大部分有信仰的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說出自己為什麼信 嗯 我不知道欸 嗯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一下 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傳福音給 你為什麼信你現在這個的信仰 我覺得如果要傳福音給WiiWii這種人的話 你一定要各個方面都要能夠 好好的可能可以講 講說 因為我覺得目前各種信仰的說法都不能說服我啊 都不能說服我 對啊 我都覺得這都是對我來講 在我心中的邏輯是不過關的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 我希望 假設 比如說我們都老了 嗯 怎樣 我希望 你還是要信 好好好 你不覺得那夠傳福音 我這個方法太爛了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像剛才PickPack說的 就是有那種稍微無感的跟強烈抵觸的嘛 那我就不是強烈抵觸的那種 因為其實我爸媽也是基督徒 然後我小時候也很長時間去過教會 我小時候甚至還在教會私情 一直到國小畢業的時候 你還知道私情這個詞 我很多詞我都知道 對對 教會很多用語我都知道 所以我並不是說很排斥教會怎麼樣的 可是我後來比較長大之後 我發現 教會很多 他們講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 我沒有覺得是這樣子的 讚同 對我沒有覺得很讚同 對我就不是沒有變成基督徒 可是如果有一個你很尊敬跟他很理性 可以用邏輯跟你溝通的人 他是很信這個宗教 也許啊 也許我有可能會改變 以後有可能有一天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我不會把這個說死 OKOK 但目前我還沒有這個想法就是了 好的 好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我來念好了 匿名email 他說 我是比較晚開始聽的聽眾 跳著聽每集都聽完了 那雖然三星呢 就是Samsung 是出了名的Bloatware 就是垃圾軟體廠商 但手機內建的使用者app 其實大概只有10個 就是相機、相布、日曆等等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設定的時候呢其實有選項 可以拒絕安裝Samsung的推薦軟體 大家都超習慣直接3秒 我同意 這個真的是這樣 就是你每次有看到 你安裝軟體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合約 看一下下裡面的字 有時候你不曉得 同意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說 Google跟廣告版位 才是真正討厭的 就算不單入Google 也會被強迫 消費你的行動數據 安裝Google全家套餐 臉書還有悠遊婦 那其實各家廠商的手機 除了iPhone之外呢 都可以克制ROM 就是可以自由安裝自己的系統 那基本上解鎖完 要不要刷Recovery 或是直接Download Mode 用那個 用線去連接都很簡單 那比較困難的是各種那種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專案 沒有足夠的經費跟人力 針對每一隻手機進行克制 所以主流會挑比較原生跟便宜的 Google跟中國手機 例如說小米跟OnePlus 進行開發 它的意思是說 就是雖然說全部的Android手機 都可以像我上次說的 裝自己的作業系統 但是因為開發那些自由軟體作業系統 沒有辦法每一隻手機都去測試說 它能不能相容 所以他們就會選幾個比較大的品牌 例如說Google或是OnePlus 小米這樣子去做 所以有些手機 你要裝自由的作業系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可能有些功能會不能用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台灣4G行動網路有些ROM會不支援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說 就我去研究的結果 我好像真的也不是每隻手機都可以刷作業系統 因為有些手機是那個電信商賣的 它就會鎖電信商 那種真的就是不能刷機 像在美國的話 如果你是什麼Verizon還是什麼T-Mobile 他們鎖定版的話好像真的就不能裝 那台灣我不曉得 例如說中華電信這樣子 它直接包包套賣出來的那個手機是不是鎖的 那個我就不確定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確定一定可以刷的話 就是要到官網買無鎖定版 然後這個留言說 目前用過蠻多OS 覺得Lineage OS蠻好用的 他說跑三星的One UI 大概一個小時就沒電的手機 用Lineage OS可以使用超過一天 這有差這麼多 然後他後面他寫了一個很長的信 他後面還有推薦我一大堆那個軟體跟服務列表 但是我先先挑過 好那下一個留言 只是沒有特別署名的 然後他是email來的 他說 自從Microsoft事件之後 我對DOTDOTGO應該是搜尋引擎 信任程度降低了很多 但是最近發現他有一個追蹤器 阻擋功能下載了 試了一下 那發現呢跟WiiWii講的一樣 才剛安裝的 就檢測到手機回傳了 一大堆資訊給Google 還有Verizon也是 如圖 他附了一張圖 然後他那張圖呢 是那個DOTDOTGO就是 追蹤器阻擋程式 剛安裝他就檢測到他的手機 傳了36個東西給Google 包含他的email位置 手機是直的還是橫的 手機的記憶體 手機的作業系統版本 他的名字 他的IP 他的CPU 他的手機開機多久 手機的型號 他的性別 他的所租的程式 他的手機的名字 還有什麼Cookies 有瀏覽器Cookies會傳回去 他的手機現在有多少電池 現在是不是在充電 他的郵遞區號 他用了什麼APP 他的失去 總共36個資料 他怎麼看得到 就是有一個 他會 程式你裝上去 他會偵測你的網路的通訊 他就發現你的網路 傳了這些東西給Google 所以 對啊 感覺他會監視你 跟偷聽你 監聽你 他根本就沒有需要知道 你這麼多東西 可是你的手機 就會自己傳出去 所以這個真的是 蠻可怕的 好 下一個留言是 琵琶 他在YouTube留言 他說 被Wiwi推坑女神異文錄了 我有個問題想要問 我最近買了一台iPad 能否推薦APP 可以透過MIDI和USB 顯示電鋼琴的彈奏力度 以橫軸時間縱軸力度的圖來顯示 我想利用它來視覺化 練習我的健強跟健弱 更科學的來練習 OK 這個用電腦軟體來分析彈奏 其實我從很久很久以前 我教鋼琴我就在用了 那時候是用電腦 其實你要用電鋼琴來分析彈奏很簡單 只要把電鋼琴接到任何一個編曲軟體上面都可以做到 任何一個編曲軟體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用iPad的話 可能內附就有那個Garage Band 那個就可以了 反正你就是用一般的錄音的方式 把電鋼琴用USB MIDI接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每一個彈奏的音 跟每一個彈奏的力度 那我真的覺得那個的確 是學鋼琴或是練鋼琴很好的一個分析工具 所以 那所有的編曲軟體都有那個 可以看到力度跟音的長度 他們叫做Piano Roll 鋼琴卷的功能 不過就是我會更推薦用電腦 iPad我覺得功能還是比較受限一點點 但是這個的確是很好用的 我覺得 如果你是鋼琴老師 有鋼琴老師在聽這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融入到你的教學裡面 就讓學生彈一遍 然後你可以用MIDI記錄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 每一個音彈多重 每一個音彈多長 哪一個音有沒有按住有沒有放掉 踏板什麼時候踩下去 這些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用圖表顯示 那你就很容易跟學生去討論技術的問題 對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上鋼琴課的時候 都是用一些抽象的語言 在討論鋼琴的彈法的 就是說這個音顆粒一點點 這個音叫劍強 劍強到底怎樣叫劍強 實際具體上每一個音要彈多強 叫做劍強 對不對 那這些都可以用電腦來幫忙的 我覺得之前 我自己比較少用這個方式來教學生 但是我之前會打開來使用是 可能在教學生彈雙音的時候 要請他把高音的那顆音彈的比較大聲 對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彈出高音比較大聲 用那個的話 一看就看得出來 對對對 而且就是你看那個也可以看得出 你的手是怎麼擺下去的 哪一個鍵先落地都可以 非常非常精準的0.00幾秒的差距都可以看得到 好所以就是用一般的編曲軟體就可以囉 好 下一個留言 好 RLC在YouTube留言他說 一直聽到威威老師強調自由軟體 以及不被大公司綁架的議題 讓我也開始想要認真研究自由軟體了 順便被傳教 其實我大學是念程式的 然後可能因為學校教的東西比較多 只是程式語法本身 那作業也只是根據題目給的input 得出output而已 因此我一直對程式沒有什麼興趣 即使唸了四年的資訊 但是還是感覺對程式很不熟悉 只有知道一些語法怎麼用這樣 那關於程式可以拿來做什麼 寫程式要幹嘛不知道 結果聽了好聯盟podcast 知道程式可以做這麼多東西之後 居然開始對程式有點興趣了 那我最近也嘗試用Hugo架設自己的音樂網站 現在好聯盟podcast給一個念資訊四年的人 讓他對電腦燃起的興趣 謝謝你的收聽 你說你說 他本身有這樣子的背景知識 其實更容易可以上手 對應該會很容易可以上手 所以這個也告訴我們這些當老師的人 就像我們這樣 在教一個東西之前 一定要先說 你學這個可以幹嘛 提升興趣 對對對我覺得先釐清這點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學校的東西 學校教東西都常常會變成他說的這個樣子 例如說我以前可能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對歷史地理 其實數學也是沒什麼興趣的 我數學沒有很爛 可是我對數學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你數學好強喔 但是對我來還好還好沒有到很強 就是相較於可能我一般的音樂班同學的文族人 我數學算不錯這樣子 可是那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一堆要背起來 然後拿去考試的一些意義符號而已 那我問你 你解數學題啊 你是真的就是去從他的 基本要背的公司還是會背嗎對不對 學生時期我當然會記得 現在我當然不記得所有的公司 然後你都會去理解他題目在講什麼 然後推敲最後算出來 應該這樣說就是 以前考試的那種數學題 它就是需要你知道一些已經背好的公式 你才解得出來 因為如果你不背那些公式的話 你光是要推那個公式出來 你就要花一兩個小時 你怎麼可能推出一個複雜的公式 我覺得有一些文主人 可能包含我自己 就是可能你是用公式 就是把公式背起來 然後想說這個要怎麼用 就可能你不是很懂題目的意思 對 我覺得就是學校都會很專注在一些很細微的技術細節 而不是在看大局 就是說我今天要教你算一個東西 我就是要你把這個公式背起來 這個公式背起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題目 你可以套這個X公式 Y公式 Z公式 可是它沒有告訴你說 你遇到這類型的問題 你應該怎麼樣思考 它對生活上有什麼意義 它可以用來解決什麼問題 像以前我高中上三角環數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東西幹嘛 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可是我後來在做網頁 或做一些互動程式的時候 我發現三角環數好有用 可是我需要知道的三角環數 可能也就是課本的第一頁的部分而已 我只需要知道這麼多 我就可以把三角環數用在我的程式裡面 那些後面的複雜的運算的問題 我根本不用管它 因為電腦程式會自己幫我處理啊 我根本不需要會去動手去算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很適合做任何領域的家教耶 就是只要那個領域你是懂的 比如說你教電腦也好 或是你教數學也好 就是你 我可以想像任何事情經過你來解釋 就會變輕輕 謝謝謝謝 好 而且我覺得就是 現在剛剛是說數學嘛 像歷史 我以前也是覺得歷史 要知道歷史要幹嘛 可是 畢業之後我也會開始覺得 對歷史蠻有興趣的 我覺得知道以前的事情很有趣啊 尤其是你有興趣的話題的歷史 是很有趣的 所以像 我就超級推薦所有 如果你喜歡玩電腦 玩遊戲的宅男們 你們去研究一下作業系統 跟電子遊戲的歷史 那個陣子是很有趣 尤其是如果你是 2000年以後出生的聽眾 我相信RLC差不多是這個年紀 你真的可以找一些時間去裝一下什麼 虛擬機器 裝那個DOSBOX 或是裝以前的 老家用主機的模擬器 紅白機操刃 PS1 PS2 之類的 去體驗一下就是 80年代 90年代的電腦軟體跟遊戲 非常非常有趣 你說的這種歷史 感覺以前書上不會看到齁 以前歷史課本不可能看到這個 嗯 對啊 就是歷史課本 就是講一些 什麼朝代是什麼 然後這個皇帝他名什麼字什麼 然後他第幾年 就無聊嘛 就跟我的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去 我覺得都是講一些背誦的東西啦 可是如果你去講一些真正有用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 就是說他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然後他當時怎麼樣解決 或是他用了什麼策略 可是會比較有趣一點點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現在還是有那種 講歷史的YouTube頻道 是很好看 很多人看的 也是因為他們 來龍去脈 知道怎麼樣講啊 知道那個故事應該怎麼樣說 對 好啦那 回到他的留言就是說 你現在 如果你開始對 城市跟 自由軟體有興趣之後呢 下一步就是 裝Linux 所以 期待你跳入 Linux的坑 好 下一個留言 匿名來自email 我覺得這個問題蠻好玩的 好 好 我是從第0集就開始潛水 並且把第5集聽過兩次的聽眾 這邊有個問題想要請教兩位 對不起 我是一名在補習班教授外語的老師 前幾天在社群軟體 收到了一個學生的私訊告白 一下是有經過調整的大致內容 老師 我是你以前在某某補習班的學生 其實我喜歡你 只是當時沒有勇氣告白 後來卻成為心裡的遺憾 雖然現在說這個已經於事無補 只是不想讓自己留下遺憾而已 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中 這樣 那由於他聽到的補習班呢 確實是我曾經任教 而且已經離職4年左右的補習班 我想應該不是詐騙 但是因為他的大頭天沒有露臉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學生 補充一下 由於該補習班的學員呢 主要是以大學生為主 所以這邊先假設他當時也是女大生 而我當年大約28歲左右 由於我是個感情上不太吃香的宅男 長期處於單身狀態 第一次收到這樣的告白 不知如何死是好 原本想要回覆 謝謝你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誰 但祝你一生幸福 這樣子的內容 但是畢竟他已經在訊息中透露了 只是不想讓自己留下遺憾的字眼 但我後來想 如果我這樣回覆的話 會變成就是我自己把這件事情畫下句點嗎 感覺有點可惜 萬一我們之間有機會呢 哪怕只是微乎其為的可能性 對於難得接受到女生告白的我來說 必須慎重應對 因此我想請教檸檬卷 請問你覺得對方私訊我告白 是真的想要讓這件事情 在心裡畫下句點不留遺憾 還是帶著一絲絲的希望才聯絡我的呢 而如果威比是單身狀態的話 會怎麼處理 由於兩位也是私生關係 我們以前是私生關係 或許能更體會其中的感受 還潛不令指教 那我們的那個情況可能跟你不太一樣 我覺得看到這件事情好有趣 你要先回答嗎 我覺得雖然他這個內容 信件內容是經過修飾修改 但是我覺得 這個女生會有勇氣再傳一個這個信 就是代表她一定是抱有一點希望吧 好像這樣說也對 對好像這樣說也對 我可以想像這個女生 不一定啦 真的嗎 有這個可能 你說當然有這個可能 可是她如果 那她自己放心底就好啦 她如果想要把這件事情 就是過去的話 她根本也不用再傳這封信 這封訊息 她就自己消化就好 因為她傳出這個東西 會造成這個老師心中的漣漪 我會說有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人傳過類似這樣的訊息 你說你喔 你喔 但是我傳那個訊息的當下 我是沒有想要追那個女生的 就是我已經有就是 反正就是有別的別的女朋友 就是一個很久以前的人 就是想跟她講 有時候想跟她講而已 蛤 但是我完全是沒有要因為這個訊息 要藉由這個訊息想要得到什麼的 喔 純粹想講而已 純粹想講 其實我以前有喜歡過你 就這樣子的感覺 那你們當時的狀態是屬於已經是好朋友了嗎 還是也是不熟的狀態 普通朋友 因為你看喔 今天是連這個老師都不知道那個學生是誰 對 那那個學生這樣傳這個訊息來 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很難說 嗯 我原本看到這個QA的時候呢 我的預設想法是 我覺得那個女生應該是有一點點想要跟你有後續 嗯,也有可能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 可是她又不沒有露臉的話 也許就後面繼續聊天啊 比如說你就說 嗯 謝謝你的訊息 那你是誰啊 你是哪一班 或者是 對 對,你就問她啊 你就跟她聊起來 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樣 對 然後 假設說這個女生你有印象 對 的話那不就剛好 就是你可以去憑著這個印象想一下說 要不要跟她 有進一步聯絡 之類的 嗯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起來的話 我覺得倒是也不用一定啦 嗯 因為你看她大頭貼也沒有露出來 那代表可能 你沒有從她的社群媒體看到這個人到底的長相是怎樣 嗯 可能就 你還要去確認她的 我覺得要事前先確認一下長相 對對對 你不自然的長相 就是 就調查過一遍 我原本想要回的跟你 講的差不多 我覺得有 一個解決方法啦 也就是 因為你也搞不清楚是誰嘛 對 所以你不想冒險的解決方法 就是回像你說的那樣 謝謝你之類的 然後就據點 那這個 那個就當然就OK 這是一種解決方法 我覺得也很OK 那 如果你真的好奇 想知道這是誰 對 你就嘗試回回看啊 就是說像檸檬卷剛才說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我哪個時候的學生哪一班 你那時候是哪一班 我們教了什麼 然後 我們那時候有沒有私下聊過天 因為我不記得你是誰 你就嘗試去套看看 他有沒有想要講他是誰 對耶 他如果想要應該會自己講 對那 就是這樣丟回去 就看他怎麼回傳 你就再看下一步 那如果我是你這個情況的話呢 我一定會先搞清楚這人是誰 對 搞不好他很優 對 他搞不好很雷 搞不好很優 你不知道嘛對不對 你一定要先偷偷調查一遍 對 就是用他的 訊息 蛛絲馬跡 他是IG訊息嘛對不對 就是IG的帳號 那個去到各大搜尋引擎 搜尋一下 然後他有可能 就是人肉搜查嘛對不對 看裡面的那些 有什麼蛛絲馬跡的 所有的相關的東西都搜查一下 不然去調一下四年前的學生名冊 對不對 感覺一下 感覺誰會像是這個人 先了解這個人是 到底是有什麼企圖 他真的是有喜歡你還是有些什麼 不要說企圖啦 有什麼intention 啊對啊 就是企圖嘛 有什麼意圖嘛 那你就是先調查 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然後我覺得你一定要先大概知道他是誰 你如果想要跟他出來 你要有一點點好感再出來 不要就是直接出來見面 因為你會花時間花心力 然後如果出來發現他不是你的菜 或者是你不想要繼續 那你還要花時間去把它收掉 不然就是先網路上聊一下 對我覺得先網路上互相了解 然後也可以 如果聊得不錯可以視訊通話一次 哦 先搞清楚到底是誰嘛 搞不清楚對手是誰 不知道怎麼樣處理 反正你們現在也不是私生關係啦 他也不是什麼未成年 對啊 所以先調查清楚啦 然後你再跟我們報告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辦 分享 而且我覺得他以那個 之前是私生關係的話 我覺得那女生一定很尊重你 我覺得這樣子的出發點是挺好的 對 好 追學生還不錯 也沒有說比較好追 但是 好 下一個 好 匿名 來自email 他說 是一個大一的學生 自從聽了好檸檬以後 我也開始使用Brave瀏覽器 跟嘗試安裝Linux Mint 希望能夠提升我的電腦使用品 我真的傳教到很多人喔 繼續繼續 我有個感情問題想問 以下是我的情況 我跟一個教會的學妹 八年級 感覺聊得來 我發的線動呢 她每一則都會按讚 她也會跟我聊一些有的沒的 還會跟我吐苦水 前天她還祝我情人節快樂 並且希望我早日脫單 感覺除了生活中一些有趣的小事 我們還沒有什麼共同的話題 我又很不會聊天 我只會聽別人講話 但是我會給很正面 而且有趣的回應 但是我怕之後相處會偏尷尬 那我在桃園念書 每個禮拜 只有週末會回台北 禮拜天才有機會跟她見面 似乎沒有辦法實體hand out 跟have fun 我也不好在週間晚上跟她打電話 我還沒看Cory Van的書 但是我有把第五集 來回聽了四五遍 也有吸收你們 對其他觀眾的感情建議 請問我能不能試探她 是不是喜歡我 嗯 你要先回嗎 你先回 好我給你幾個想法 就是第一你說呢 學妹會按你的那個限動讚 然後還主動祝你情人節快樂 那我覺得就是從這個看起來 那至少她對你的 很有好感 好感度是不要說很有啦 及格以上 她對你的好感是及格以上 她不見得是喜歡你 我不會說她按讚 或祝你情人節快樂 她就是喜歡你 我覺得沒有 但是她可能至少不會排斥這個可能性 你可以這樣說 最少她有及格啦 那再來你說聊天會尷尬的問題 你說聊天會不會尷尬 你要真的見面去聊才知道啊 你不用在那邊想聊天會不會尷尬 就是如果你跟她見面幾次之後 你就覺得真的是聊不來 話不投機 那你就也可以確定說 這個學妹也不是你想要 也不是你喜歡的那個女生啊 所以 你就也不要太擔心 就是聊不來的話 也不是你單方面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他們在同一個教會 應該有很多 共同認識的人 共同一些事情可以討論 對 但還是有可能聊不來啦 但是我覺得 很多男生的想法是會認為說 聊不來一定是我不好 很多男生會這樣子想 但是不用太過於這樣子想 我覺得聊得來就是要兩個人 雙方 剛好有對上才行 那不用一直去 要改變自己的講話方式 或是改變自己的興趣 來去跟她聊得來 我覺得很多男生 年輕男生會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度這樣 那見面時間的問題的話 我是覺得 你初期一到兩個禮拜見一次面 我覺得也很夠啊 我覺得不用到每天見面 常常見面 還好一開始的時候 對因為一開始是先認識彼此 嗯 還沒有馬上交往幹嘛的 然後我覺得 週間晚上的電話聊天 我覺得也不需要 因為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對不對 而且就是如果你有看Corey Wayne的書的話 就是 他就常常說 就是週間 如果 那個女生有聯絡你的話 你頂多跟她小聊10到15分鐘 然後你就 反正你們禮拜天會見面 就跟她約定一個確定的時間見面 然後 就不要一直跟她聊天了 即使是女生主動打給你 我覺得也不要跟她聊太久 因為那會造成反效果 那我是覺得 你不太需要主動打給她 至少不用常常主動打給她 一個禮拜定都打她一通就 打她 可能或是有事情聯繫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呃 女生如果聯絡你 你跟她小聊10到15分鐘 然後你就 想辦法趕快 約她確定的時間 然後結束對話 那那個 結束對話的 藝術呢 是 你要讓她覺得你是很想要跟她聊的 只是你不行 而不是說 我好像要想要打發你那種感覺 你要說 你要讓她覺得說 你跟她講話是很 愉快的 但是呢你現在真的有事情要忙 例如說你是大學生嗎 你可能有明天有期末考 你可能有作業 社團 各種事情 你不是 讓她知道你的生活不是在圍繞她走的 你很忙 你很想跟她在一起 可是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忙 這樣子的感覺 嗯 但是不要說我要去洗澡 好 那再後來 那就是她問說 我要怎麼試探她喜不喜歡你 我覺得 試探她喜不喜歡你的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約她 哦 這最 我覺得最有效率 最準確的方法就是 約她單獨出來 對 那如果你 超過連續兩次 無法約她單獨出來 譬如說她 她用一些什麼奇怪的理由 我的狗死了 我的毛神病 我媽媽怎樣 然後她自己也沒有 你跟她約時間 她都不行 然後她也不提一些 什麼其他替代的時間 或者是說 呃 像我們之前有些聽眾來信的 是一定要找朋友 跟她一起去的 那種 就別約了 就是不喜歡你 我覺得就不用繼續嘗試了 而且我覺得像她們禮拜天會碰面啊 就可以比如說下午啊 結束之後去喝個咖啡 對對對 或者是做什麼運動 做什麼運動 打球 對 或者去約去一個地方嘛 假如說你們中午 可能12點1點 教會那邊結束的時候 就可以下一個點啦 你們兩個就一起單獨出去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正常的約會吧 對不對 就是約約看她答不答應這樣子 嗯 那很多跡象可以看出 她對你的好感度 例如說 你約她的時候 她夠不夠好約 這個是一個非常 準確的好感度指標 嗯 就是你 如果一提出說 我們兩個 去哪裡去哪裡 然後她就很單 很直接感覺很開心的答應的話 就是好感度很不錯啊 嗯嗯 那可能還會主動跟你講一對說 她當天行程怎麼樣 然後她除了會 給你LINE之外呢 她會給你各種聯絡方式 給你電話號碼 給你E-mail 給你她的TikTok 怕你聯絡不到她 一直怕你聯絡不到她 這種就是好感度很好 然後 你如果跟她約出去 你就要觀察 女生有沒有想要跟你聊天的時候 把對話繼續 嗯 就假設你問她最近學校有什麼事情 然後她就說一堆 有沒有 喔沒有老師怎樣怎樣怎樣 喔我那個同學怎樣 喔我上次去那個什麼什麼 她就一直講 那你就可以給她 你的正面且有趣的回應 對對對 如果她自願分享很多 她自身的訊息給你 然後很努力想要繼續這個話題 的話呢 表示這好感度很高 我覺得如果你會緊張 怕沒有話聊的話 你可以在心中 或者是前幾天 先想幾個你們可以聊的話題 我覺得這很OK喔 就是大概有個底吧 不用說 也不用到太緊張 但是如果你想好幾個話題 你可能就會 比較有底 不用怕說 剛開始沒有話聊 或是想不到 緊張狀況沒有話講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嗯 多關心她 我就聊天啦 就是話題可以多圍繞在女生的事情上面 就是想辦法讓女生 多突出一些資訊給你 然後你不要太主動突出資訊給她 我覺得男生 很多人 一開始的時候 會一直講自己 然後有一方面是 想要博得女生的認同 就是想要讓女生覺得說她很厲害 有一種是這樣 另外一種是覺得說她如果 嗯 抖出自己很多的資訊 不要說抖出 提供自己很多的資訊 然後會讓女生放心 喔 但是呢我覺得 這不會讓女生放心 這會讓女生覺得很無聊 嗯 所以你不能一開始 把你的什麼身家 全部的東西跟她講 她也不見得有興趣 而且她會覺得說 她太快就摸透你這個人了 她就覺得你沒有好奇心 我覺得男生可以就拋磚隱喻 講一件事情 對方有興趣就會一直 講打開話 我覺得你要多讓女生 講她的事情 然後讓女生聊了 好像聊了一整天 講了超多事情 好像跟你聊得很愉快 但是她都不知道你是怎樣的 她都一直在講她的事情 我覺得她就對你保持好奇心 這樣就很不錯 前幾次吧 對對對前幾次 然後如果女生就是 在約會的時候 很關注你的需要 她一直擔心 你有沒有喝到東西啊 飲料冰不冰啊 你那裡會不會冷啊 會不會冷啊之類的 女生有這樣子的話 表示好感好 然後女生如果 有意無意一直碰到你 表示好感非常好 OK 然後你如果 沒講什麼好笑的話 她會一直笑 表示好感很高 會稱讚你也是 表示好感很高 所以這些都是 可以觀察的項目 對那 你說你還沒有看過書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成功約出來 你一定要先去看書 不然我覺得 很容易會犯一堆新手錯誤 先去看書 那個多看幾遍 交戰守則 第五集也多聽幾遍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以上的 全部的QA咯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咯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呢 希望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其他平台 給我們一個五顆星的評價 或是按一個like 這個Podcast 不會同不上 不要忘記支持 好和喜歡你們的頻道喔 也不要忘記我們好檸檬的專用性 像是 nicelemon 小阿鼠 pm.me 那你剛才重新是好檸檬的Podcast 我是維宇觀大維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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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